欢迎回来新闻夜总会决战报告 我们是从八点到十点钟来为各位做现场的解析 另外从十点钟到十二点钟呢 是全民开讲 请大家继续锁定 那在这个整个的一个现在局势已经明朗化了 马英九总统继续的可以连任 那未来的四年 大家要他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希望他能达成哪些的目标 我想选民都有很多的心声要表达 但是这一次可以看得到 马英九在选举当中 说实在以一个执政者来讲 从上一次的221万的选票的差距 到这一次赢了将近80万票 所以他丢掉了141万票 所以我们也要很好奇的来看 一个现任的执政者 其实他这一次的选举 他选的是不是相当的辛苦 那这个辛苦是为何而来 马英九知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次只能够赢80万票 方程老师你觉得 我想一开始 马英九刚开始当选以后 88水灾是他一个最严重的致命伤 内忧外患 88水灾让他的整个声势往下降 然后他处理的方式跟程序又有些问题 所以他的民调一直往下掉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国际整个局势 金融危机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 在这两年之内 全世界很多执政党都一面倒 任何选举这些执政党都失败 马英九承受的内忧外患 所以造就了他打这次选仗 相当相当的辛苦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要归咎于说 他的执政有问题是因为国际情势 那也是他执政团队中间的 我想说整体能力这方面的问题 我想这一次选民给他的一个讯息是这样子 就是你的执政团队有问题 你必须要好好的调整你的执政团队 江老师你看 整个马英九他其实这次还能赢 其实有些人还蛮压抑的 因为其实在某一个时间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他已经输了 就是他在拉锯战的时候 其实马英九是有落后的局面 所以一个执政者可能打一个蔡英文 大家都说他空心菜 什么也拿不出来 你说他有没有政绩 没看过他也做过什么事 然后你说他端出来什么政策 大家都说他根本空心菜 然后你说他很清廉吗 蔡英文连宇昌案都不愿意说清楚 所以他清廉度有问题 一个没有政绩 然后政策拿不出来 而且清廉度有问题的人 马英九竟然一个执政者 竟然会可能会输掉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分三个部分长话短说了 一个是战略一个是战术 战略就是当然马英九的团队认为 他们这次还是会赢 我认为为什么呢 在昨天投票之前 那个股市 照理讲如果他危机感很强的话 应该是有国安基金 四大基金就下去 不论如果要拉几天 只能小跌 对 就说我有材料说明天知道赢了 没关系我选了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他就起来 不就不用求 不用求 因为我会调嘛 我会调对自己信心很强 但是问题是投票过程当中确实让很多人心缴结在一起 纠结在一起 比如说有贏有贏 当然要分两个部分 我想第一个大的方向 他们对自己认为自己感觉还是非常好 第二个就是刚刚老师讲了 我认为是他的团队当中还需要做调整 马英九从当市长开始 大家在开玩笑说 他本身清廉度很够 也很认真 而且跑得非常勤快 为什么呢 马英当然跑得很快 快马加鞭 加鞭跑得很快 可是为什么他周遭 我们当然希望他下一季做得更好 所以他周遭团队 老师也好像让人家有种误解 所以有一群害马之群 不一定是害他 但是做得不够好 所以马英九其实要注意就是 因为再给他一次连任 就是这四年 他没有连任的包袱了 不需要再为选票 卑躬屈膝或者是做妥协 他至少做到这样子了 也无疑险 唐朝唐太宗说 他要找找寻民间真正的有事之事 去帮他做团队 现在越来越少人愿意到政府里面工作 也无疑险 他当选就说说过 最后点讲就是包装了 当然包括金线论在 他们都是包装高手 但显然这次看起来 似乎功利 停留在2008年那样的阶段 当时我陈瑞典加持 所以很容易 我准备好了 可这一次没有陈瑞典的因素 很少 所以你应该用另外的方式 你看 发言人这次 三个候选人的发言人 他们发言人团的群都不一样 最弱的是 有一档的发言人是日用品 每天都很努力的上节目 做辩护 有一档的发言人是装饰品 装饰用的 有一档装饰品是回收品 老师 太狠毒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蔡英文如果输的话 大概 我相信可能 一个族群吧 他打客家妹 他并没有赢 对不对 然后他打的是 劳斯之间的对立 财团 企业家 他打的是这种对立 他也没有赢 所以最后输的 蔡英文输的关键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对 其实蔡英文我觉得 他的闪躲 让大家印象很深 尤其最后一早 开国际记者会 他自己都跑了 国际记者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且所有媒体都会报道 不只国外媒体 那他连这样让人家觉得说 哇你 就问你宜昌案 问你什么你都不讲 就不理就算了 对 到最后连国际记者会 你都闪 那这个就会 让人家觉得有些失望 那我觉得马昂九这几年 其实我一直觉得 马昂九做得不错 平良心讲 据说你要九二公司 后来的这些大陆政策 或者经济 其实你跟国际比起来 它其实是好很多 比前朝 陈水扁 那更好 但是因为他这几年 他有几个因素 一个 一个因素就是说 他认令 那些三明治媒体 每天用假的东西来修理他 那他们的团队 都不太辩护 你妈妈我就算了 就这样 三年 鸡飞城市 大家认为说你就是这么烂 我觉得 这个他一定要去检讨 在选举的时候再翻 已经来不及 对 因为民进党很厉害 党政筋推出三台 推出的是蓝营 然后立金全部 大金压金 而且那些人脸皮之后 他也不理你 这是第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因素 他刚当选的时候 凑估行事 他要当前民总统 他当前民总统 然后去讨好立营 那让很多深蓝的人 很不错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 因为给他赢了八十万票 跑掉了一百四十亿万票 这是马英九 非常重大的一个警讯 就是说 后面再给你四年 民众到底要你做些什么 不要你再做些什么 我觉得这个事 我们最后还剩下的时间 请这个子强老师跟又为老师 刚刚理解对马总统比较严苛 说他少了一百四十万 他少了八十万 因为他现在六八八 上次七百六十多万 对不对 所以就得票数来说 他少了八十万 那他赢是刚好多了八十万 我觉得这多了的八十万 赢蔡英文的八十万 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这几天有一大堆企业家 一大堆 甚至连美国都有一点点功劳 你有拼了命回来投票的台商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赢了八十万 是很多人拼了老命 帮你赢这八十万 那更要在意的是 这少掉的八十万去哪里了 人家给了你这么大的权利 所以不要做马一半 该做的事就做下去 不要再妥协 或者是父子骑驢 对 他被批评的最多的就是这 六位老师 我想整理来讲 简单就是要硬起来 稍微要有点做总统的样子 就是你能够让人家感觉 你有在掌控这个时局 掌控台湾的发展的方向 那如果说他只是 到选举的时候才让大家知道 原来他做这么多事的话 那当然就平常就无感了 其实马英九可能还要做的 就是整个台湾文化上面的一个改变 因为整个台湾文化在 在这个陈水扁的那个任期之内 再加上李登辉的任期 其实已经把整个的台湾的试飞和价值 全部都已经搞乱 但是马英九在这四年的时间里面 马英九并没有做拨乱反正的事情 尤其在文化的事情上 所以这个是我们后面会跟着他的 以你们对他的了解 这个人没有选票的压力 是不是 对